原来吴京就是披着战狼万一的搞笑男 猛男发娇今天算是贪眼了 他第一次说别词的时候把我吓坏了 我们一起开车在外面过春节的时候 应该把车点灯关掉吧 他在前排随口说句 把灯灯关掉 你不是我认识的吴京 战狼的儿子绝不允许是娘炮 如果你儿子长大之后有点娘炮的倾向你会怎么做 大嘴巴臭的 他是有点老嫂子前置的 我想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你也不希望你男朋友天天的 就是这样吧 你打起架来 老婆你顶住先 当他给老婆身上浇水时 真是不拿我们当外人啊 当被问到出门必带的东西时 从小庄 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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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了之后可以套上这个会保护伤口 不要误会 没想到硬汉也是盘耳朵 经常主拐追老婆笑不活了 看到那个危险通知说就 我说你来签 他当时签的时候呢 就大意了一点 就很草率的 我就不高兴了 我扭头就走了 经特别的 我刚做了手术 哎呀追不上我 他在后面这样 没追上 他坐在公园的石头上 眼巴巴的看着我说 老婆你到底打了让我死的命了 对 无所谓能长大也是真的命大 这像是战狼能干出来的事情 我大两岁的时候 坐在他那个餐饮院里面吃饭 突然间就不高兴了 勺子一撇 啊就开始哭了 我就试图才给他分析的时候 经过唤一台说 哭什么哭 男子汉流血不流泪 男子汉流血不流泪 节目上 谢南羡慕郭京飞给老婆唱歌 胡京受到民事 立马给谢南唱了一首 我学习武术和读书的原因是 我会武术啊 是为了能让傻叉心平气和的跟我说话 我读书呢 是为了能够和傻叉心平气和的跟我说话 跟马云拍打戏时 马老师的师傅教的全是实打 电影里面我们是要留守 马师傅呢 他不收劲 我说你真不留守啊 我说我也不留守了 武京要不是看你多才多艺 我战狼绝不忍你 杰哥就说 不行 只许他打你 不许你打他 我说为什么呀 因为他待会会见总统 你把他打晕了 谁会见总统的呀 他是老板的 obviously 人来t Apple 我们000年超月 ważne的 VO 其实没有人 Met B ster 起 炒 其实 讲